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卢比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 大家请看 看看对象的里面 咱们上一期搞定了一个对象 对不对 那今天咱们看这对象 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这是咱们的知识点 好 咱们请看 今天这期视频 我给您分享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 Instance method 它是干什么的 它呢 看我后面写了 它是列出对象或类的内部方法 第二个呢 Response 2 它干什么的 调查对象的方法和属性 是否可用 第三个呢 Send 它是干什么 执行对象的方法 有的朋友 尤其是刚接触Luby的朋友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是吧 我跟您说 我在说添书呢 你不用管我说什么 咱们直接看例子 马上就明白 首先 Instance method 它干什么 它列出对象或类 内部的可用方法 用于调查解析对象的使用 这也像添书 对吧 没关系 咱们直接看例子 今天的我用 这个class 给您定义了一个game类 游戏类 这个类里面呢 一共有四个方法 咱们大家请看 第一个是比较特殊的 构造器函数 Initialize 接下来是三个售方法 售一 售二 售三 然后咱们这个构造器里面 传两个参数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price 价格 游戏 肯定要有一个游戏名称 有一个价格 怪物联世界 这是2018年1月26日发卖的一款游戏 非常的不错 咱们就是说 这个构造器呢 接收两个参数 同时传给两个模板级的变量 用于保存 那么 接下来这个售干什么 就是构造器传进来这两个变量呢 把它输出 在控制台标准输出 就干这么件事 然后售二 售三 什么都没有 那都没有 换句话说 我干嘛要定义它们 这用到了 咱们今天要用到这个instance method 就是说 我这个函数里面有什么 干什么 不管 这个instance method呢 是负责把我这个类 所拥有的成员函数和属性的打印出来 换句话说 售二售三 虽然什么都不执行 但它是这个类的标准方法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咱们看啊 通过我的这个put 在控制台输出 输出什么呢 game 这个对象类的点 instance method 把它打印出来 这个force呢 取决是否显示所有的方法 一会咱们在运行过程中 会看到实际的例子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 第二个要给您介绍的方法是 response to 当然包括send 咱们一起介绍啊 他们干什么呢 咱们再看一下啊 response to 就是说调查 这个对象的方法或属性的是否可用 send呢 是执行 比如说 咱们有一个兽 或者有个兽医 这个方法 方法名叫兽 对不对 那么咱们通过response to 看一下这个game的实例 是不是有这个方法 如果有呢 通过send执行 好 咱们听起来有点右向天书了 咱们直接看例子啊 比如说在这地方 我定了一个mario这么一个游戏 然后呢 名称叫做超级马里奥 船 这个价格是350 大家请看注意 我用到了这个response to 大家请看 我这写上 如果mario这个对象的点 response to 外加问号 这个问号是必须啊 如果不加问号的话 咱们是没法引用 就是说 我这个对象 有没有兽 这个方法 如果有呢 那么这个函数给我返回真 没有返回假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他返回真 说明这个 实例 有兽方法 那么我在下面去调用兽方法 如果没有这个兽方法 那我就跳过不做吗 这个对于这个设计模式来讲 这种写法非常有好处 这种设计是非常的有好处啊 包括这个对象多态性 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哦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代码 我现在呢 马上把它运行一下哦 稍等一下 建立 这次建立一个test.luby 好 我先把上面的代码烤过来哦 大家还记得吗 上面这个代码是做什么用的 做什么用都忘了 打印出这个类的成员方法 好 咱们试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挑luby空格test.luby 好 咱们执行一下 大家请看 兽 兽二 兽三 都出来了 换句话说 它的成员方法是兽 就兽一嘛 兽 兽二 兽三 都出来吧 没问题 然后呢 这我传是个false 换句话说 只是打印我定义的方法 如果这我不传 或是我传个tru 咱们看看什么效果 试一下 这个类的所有的函数 所有的方法都被打印出来 这当然不是咱们所需要的吗 当然对于这个调查类 调查函数该怎么使用的朋友来说呢 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有帮助 帮您去更深层的了解 卢比对象类以及对象默认的方法 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 咱们接着运行下面的代码哦 好 Mario有这个地方 咱们把拷贝过来 好 咱们运行一下啊 看是个什么效果 好 我给您解释啊 咱们定义了一个Mario的实力 是Game的实力 对不对 然后呢 判断Mario是不是有兽这个方法 如果有的话呢 通过调用Sand进行执行 其实这个有朋友说 你这不多余吗 我直接在这 Mario.兽 这不也行吗 稍等啊 这不也行吗 我不用加你下面这个 我把下面这个都给你屏蔽上 稍等啊 这不也能出来吗 咱试一下啊 这不一样吗 我知道是一样啊 但是呢 咱们在做设计模式的时候 咱们不知道咱们该用到哪个类 因为这个类的类型是动态生成的 同时这个类的方法该用哪些咱们也不知道的前提下 就不能够在这个编码中直接这么写嘛 对不对 因为类是什么 咱们不知道 有什么方法咱们也不知道 那咱们在套用设计模式的时候呢 就要用到这种方法 一个实例 你如果存在这个方法 那么我就执行它 的这么一个用处啊 咱们今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给您讲到设计模式的时候 会讲到这些地方该住的 比如说工厂模式 就会用到它 这是咱们另外的话题了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这期 我给您介绍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我的课程文件都会放到 看中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